这个SLS来讲,今天这一堂课我可能会讲慢一点 因为你们觉得我讲得很快,所以我就尽量慢一点 那这边SLS的话就是说,如果我要证明两个三角形是全灯 那我可以找到三个,就是边角边 就是只要你找到两个三角形,它的边有两个边长是一样 然后就是它的夹角也是一样大的话 那么就是全的三角形 然后我们这里讲的是夹角 夹角的意思就是说它必须是两条边的中间 两条边长,你看到吗?这里我们证明AB跟Q一样长 然后我们也证明了,知道了BC跟QR一样长 那么你们有发现到AB跟BC这两条边,它中间夹着一个角B 那么这个叫做夹角 只要是两条边长,它夹着一个角的话就叫做夹角 所以只要是两条边长,所以这里你会看到它的顺序是边长这里是S 然后角度的话这里是A 然后边长这边又有的话也是S 所以你看你的顺序,只要它的顺序是边角边的话 你在写证明的时候就写这两个三角形 你就一定要写上SAS 你不可以调换顺序啊,你不可以讲我喜欢放ASS还是SSA 这样子不可以的,因为在这边我们知道的是SAS 它是有更多数据的SAS 所以在这里大家要知道就是现在我们今天要focus的就是SAS的边角边定理 只要有两个三角形,它符合了两条边长是一样 有两个边长是一样的话 那么有一个夹角一样那就是SAS 来,杰森,你要问什么? 老师,会很难嘛 你认真听的话应该不会吧 这一课会很难嘛 我不觉得很难啊 如果认真应该是 你还是要认真,认真听完你还是要做练习 不是听完然后就没有做练习,你就以为你会 OK? 你一定要做练习,你才知道你真的是懂还是假懂 OK? 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大概有四个例子 OK? 所以下一个例子就是 现在呢有给你一个图 直线AB跟直线CD它们的焦点在E那里 OK? 直线AB跟直线CD的焦点在E 然后它给了你 看到吗? 我都说了每一次哦 题目一定会给你两个 因为你要写出三个一样的边长或者是角度 题目通常都会很明显的给了你其中两个 那你自己本身要去找第三个出来 OK? 那我们就看,题目已经给了我EA等于EC 还有就是EB等于ED 也是写上以值 因为是题目给了你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EA等于EC写上以值 EB等于ED也是写上以值 因为是题目给你的长度 它跟你讲它是一样的 OK? 那我们要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就是EAD跟ECB 是全等三角形的话 那么就是要有三个 OK? 所以其中两个已经给了你 那么第三个在哪里? 你要怎样从你的图里面 OK? 你要怎样从你的图里面去找出第三个出来 OK? 所以要找出第三个出来的话 当然你可以使用的就是 想想看啊 你一定要想想看说 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出第三个出来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对顶角 OK? 这里刚好有对顶角 你不可以讲O B就等于B 因为你没有证据 如果你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叫D等于B的话 那你不可以自己写O 我喜欢写D等于B 是不可以的 OK? 当然 A等于C 目前来讲也是不可以这样子直接写 因为呢 题目没有跟你讲 这两个角是一样 OK? 所以我们能用的就是角度 对顶角 就是说这个角度跟这里的角度是一样 OK? 这里的角度有对顶角 所以对顶角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对顶角它一定是相等 就算是题目没有给你 我们自己都懂 所以我会写上 角D1A等于角D1C 那么是会相等 是因为有对顶角的关系 OK? 那从这里 你就注意看 你要怎样去排法 那你看这个边长给了你 这个边长就是S 这里的角度就是A 然后这里的边长也是S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会全等的原因 是因为SAS OK? 这两个三角形会全等的原因 是因为SAS 就这样子写 记得要对齐啊 你的角度 左边的角度跟右边的角度 它的对应角一定要对齐去写 OK? 如果你不懂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直接抄题目给你的 这个 你可以直接抄题目的 通常题目给你的 它已经对齐了 OK? 如果题目没有写给你的话 那你自己写的时候 你要自己对齐 来,杰森 老师,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哪一个部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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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SAS 那边 SAS 就是你要证明 它是以 你在做的时候 它给你这种图 图 图它会给你 图 是它给你的 OK? 你要做的是证明 左边的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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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的三角 谁是全等 这样什么? 这样什么? 这样画哦 就是你在 呃,什么啊? 这样讲呢? 啊,就是在做的时候啊 考试那些啊? 对 它上面有这个图哦 你要画这个S&S下去了吧? 嗯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做的记号 F&S 这个是不需要的 OK 可是我希望 我提醒你们 就是啊 你们在做年中考的时候 如果是用那个 呃,测验子来做的话 那你就自己 一定要重新画过这个图 如果是用 呃,题目 呃,直接在那个 文卷里面作答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在那个 图上做记号 OK 记得,那个图一定要有 OK 所以 在这边呢 这两个三角形 会全等 是因为它们有SAS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三角形 就说它是 全等三角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找B 找出角EDA 找出角EDA的话 EDA 那你就要知道EDA 它就在这一块 这一边 就是角D这里 那么这个角D会等于多少 OK 我们可以参考A的角 A的那个小题的题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在做A的时候 我们已经证明了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 OK 我们已经证明了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 所以呢 这个D的角呢 它的对应角 OK 这个D这边 它的对应角 就会在B那里 D的对应角 就会在B那里 也就是说 角D跟角B 那边两个角 肯定是一样的 OK 肯定是一样 所以我就可以写上 角EDA 就等于角EBC OK 角EDA 会等于角EBC 原因是因为 这两个左右两边的三角形 是全的三角形 所以它的对应角一定会像的 那么 题目有给了你 那个B那边的角度是80度 所以 角D 也会一样的 都是80度 OK 角D那边也会一样的 都是80度 OK 那 接下来我们要找C C的话 它要我找BC的长度 OK 这一题我少给一些资料 呃 在这里呢 大家自己补上 DA的长是15 OK DA的长是15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找BC的长度 同样的 只要是全的三角形 它的所有的对应边 和对应角 都一定一样 所以当你要找BC的长度的时候 当你要找BC的长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找出BC的对应边在哪里 OK BC的对应边 所以呢 你可以参考BC的对应边 就会在 DA那一条边上 OK BC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啊 BC 它的对应边就是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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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BC的对应边 是在那个 DA那里 可以 所以我就可以写上 所以我就可以写上 BC的对应边 是跟DA的那一条边 是一样长的 OK BC的边跟DA那一条边长是一样的 那后面你一定要写上原因 不可以直接写上等于15 OK 你要写上原因 为什么你会说它是等于15 所以我会写上全等三角形 对应边相的 OK 那第四个 它要求我们找的是 角BEC 那角BEC是多少 角BEC是多少 就是说角BEC在这里 那你要找这里的角度的话 那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说 呃 你可以用 这个角度跟对面的那个 角度是一样的 DA的 的角度是一样 OK So 我的做法是 OK 我在下一面做啊 所以我的做法是呢 我会讲说 角C跟角A是一样 OK 角C跟角A是一样 原因是因为对顶角相等 OK 那我现在呢 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 就是说 这里也是42度 OK 跟它的角A那边也是一样 所以这里也是42度 那我们现在要找的是 BEC的角度 所以我可以用三角形 内角合 去找出来 就是拿180 减掉80度 再减掉42度 OK 所以用三角形 内角合 减掉剩下 给题目给你的那两个角度 然后你的答案 就可以直接拿到是58度 就是这样 OK 所以这是第一题的答案 好 接下去呢 我们 有问题 等一下 OK来 你要问什么 有一点时间 OK好 你要问 你很快 你很快 还很快没有 我已经很慢了 我讲话的速度都慢下来了 我来不及操 没有你们先不要操先 你们先听 过后我会给你们的 我讲很多次了 你们不要操 你们可以先听 主要是先听得懂 那个方法是怎样 我都不在操这了 我都不必要操 OK来我重讲第一题啊 OK刚才第一题 这边 A的那小题 谁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 你举一个手 我再重讲 A 谁有问题 就举一个手 有吗 没有人啊 OK 好 那你可以 关掉你的手了 把你的手放下 我看到了 OK 现在我们看那个A 现在哈 题目一开始要求 我们 证明 左边的三角形 和右边的三角形 是全等三角形 OK 就是EAD 跟 ECD 它要我们证明 左边的三角形 和右边的三角形 是全等三角形 OK 所以当你要证明它是全等三角形 的话 我们目前只是学过的就是SS 然后今天学的就是SAS 就是说 只要你可以找到三条边长是完全一样 或者是说你找到两个边长一样 然后它的夹角也是一样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说 这两个三角形 就是全等三角形 OK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都说了 一开始我就讲 如果题目要求 你们证明 左边的三角 这两个三角形 是全等的话 我们要有三个条件 OK 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那通常呢 其中两个条件 它会先给你 其中两个条件 它会先给你 OK 就好像EA等于EC EB等于ED 这样 它会先给你 所以它给了你之后 你可以在旁边写上椅子 OK 因为是题目给你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写上椅子 那么第三个呢 那你就必须要从图里面去找 OK 第三个条件 是你必须要从那个图里面去找 看有没有找到一样的边长 或者是一样的角度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 在这里我们要找的话 那我在这里呢 题目没有跟你讲 DA跟BC是一样长 OK 所以题目没有跟你讲 DA跟BC是一样长 所以这一题呢 不适合用SSS来做 OK 题目没有跟你讲 DA跟BC是一样长 所以这一题是不适合用SSS OK 那当然题目也没有跟你讲 DA跟B是一样长 他也没有说DA跟C是一样长 所以我们不可以讲 你不可以 DA跟B是一样长 那是Jungle的名字 Jungle的名字 还有Jes Jes 还有O 还有O O O 那个是Ju 那个是中路员 Jes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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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不知道说 D跟B 题目没有讲D 是等于B 所以你不可以讲D 就等于B OK 除非题目有在 題目那边写 这个B跟B是一样长 我听到Lion是什么 Lion Lion的名字是什么 Lion 所以在这里 可以给妈妈上课先吗 你去玩你的东西先 你给我上课先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不能 如果题目没有给你的那些资料 你不可以自己写进去 因为它还没有证实 这两个边长DA跟BC是一样长 然后也没有证实 脚D跟脚B是一样大 所以我们能从里面找的 就只剩下对顶脚 因为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对顶脚 它们都一定是一样大的 它的角度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从这里 就写上脚DEA跟脚BEC是相等 因为有对顶脚的关系 那从这里你会发现到 这三个条件里面 有两个是S 然后有一个是A OK 有两个是S 一个是A 所以你的排法 如果你忘记它的排法 假设你很多东西要记 可是你不记得它的排法 因为你不可以写上SSA 当然你也不可以写上ASS OK 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有顺序的 所以你要怎样知道它的顺序的排法是怎样 那你就可以拿其中一个三角形 你看 那这一条边我知道 这一条边第一我知道 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记号方 S 然后这里是angle 所以A 然后再下来是S 所以你看 在这边下来这样子的话 它其实它的顺序就是SAS的顺序 OK 它就是SAS的顺序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里写上SAS OK 那只要是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个concept 就是说 有个概念就是说 只要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话 那么它的所有的对应角 OK 这两个三角形的所有对应角 和它所有的对应边都一定一样大和一样长 OK 所以像B跟C来讲的话 它要求我找角EDA 那你就找角EDA的对应角在哪里 OK 角EDA的对应角在哪里 它就会在EBC那边 OK 角EDA的对应角就是角EDC 所以题目有跟你讲 EDC那边的角度是80度 所以当然 EDA的那个角度也会跟着是80度 OK 然后再来C的时候 BC跟DA BC跟DA 有对应边吗 所以如果 DA的长度是给你是15的话 那么BC的长度也会跟DA的长度一样 都是15 OK 所以前面三题有五问题了吗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的话你再举个手 没有的话我们去第四个小题 角BEC OK 所以在角BEC那边 在角BEC那里的话 那我们要找的是角BEC 就是在这里 OK 这边的角度 那这边的角度是多少 好那当然 那当然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我只是知道80度 我要找角C出来先 那角C它的对应角是在 角C的对应角是在 角A那边 OK 角C的对应角是在角A那边 所以 它也是会跟着它都是42度 那你已经知道 那你已经知道三角C EBC里面 已经有了80度 已经有了42度 那你要找角BEC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三角C内角合的方法 可以利用三角C内角合的方法 去把它找出来 就可以拿到角BEC等于58度 OK 还有问题吗 大家第一题 OK 没有了吧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去第二题 可以吗 消化了吗 OK 第二题 好 这个第二题来讲 我们先看题目先 如图所示 AB的长度是跟AC 是一样长的 OK AB等于AC 然后 E跟F 分别是 AC 还有AB的中点 所以这里所讲的 中点的意思就是 中间点的意思 就是它在中间 OK 所以F呢 就是AB的中间的点 E也是 AC中间的点 那一开始 题目有跟你讲 AB和AC是一样长的 AB和AC是一样长 那么 那ăng Hair Doc Doc Dr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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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ambulance 来 杰森 为什么 杰森 老师 听了听见吗 听见 什么 你要问什么 他说什么是ambulance 不要问不管数学的事情 A B跟A C一样长 所以A B跟A C一样长 之后 F跟E是它的中间点 那就表示 A F F B A E 跟A C 这四个线段 都一定是一样长 只要听见 我会有跟你讲 E跟F是它的中间点 一开始就有跟你讲 A B 所以当E跟F 是它的中间点 那你就会有四个线段 都是一样长 现在我们要找的是 是求X的值 OK 找出X的值出来 所以我会先写下 X等于脚E 也就是说 我会在这里 写下脚E 在这边 脚E在这里 所以X等于脚E 因为有对点脚 那我们知道说 88度 你要怎样利用88度跟30度 去找X出来 那么这个88度 它就是属于 DEC的外脚 88度是属于DEC的外脚 所以外脚就等于内对脚之和 外脚等于内对脚之和 所以它的内对脚 一个是在脚E 另外一个是在30度 所以我就写下 脚E加30度等于88度 那脚E是多少 脚E的脚是跟X的脚是一样的 所以我会在下一行 把脚E换成X OK 再把脚E换成X 然后我就拿88-30 我会得到58度 OK 现在已经算出来 我们利用的 我用的方法是 外脚的方法 所以我后面写上的原因 一定要用三脚型外脚和内对脚 OK 有水有问题吗 OK 没有的话我们去看B 证明ABE和三脚型 SCF是全等三脚型 OK 所以ABE就是在这里 OK 你要证明的是这一边的三脚型 所以我们要证明这两个三脚型是全等 那当然 题目通常都会给我们其中两个条件 OK 其中两个条件 所以 你会发现到我第一个已经知道的就是 AB和AC一样长 OK AB和AC一样长 所以看到吗 这里AB和AC 你看我在画现的部分 那个蓝色的部分 其中一条边是有用到AB的 红色的部分呢 其中一条边长是有用到AC的 所以我第一个就可以写上AB等于AC 这是题目给的 那你会看到 为什么我写脚A是公共脚 脚A是公共脚 我会这样写的原因就是说 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三脚型 它们同时都有一个脚A OK 这两个三脚型同时都有一个脚A OK 都有一个脚A在 所以这两个三脚型 当然它们都有脚A的话 那当然脚A是多少 这两个三脚型的角度也会跟着一样 所以脚A是公共脚 OK 那第三个在哪里呢 第三个 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红色的部分 红色三脚型的部分 其中一条线段是AF OK AF 然后呢 比较短的那一条边啊 然后蓝色那个部分 蓝色的部分 就是A1 A1 A1 等下我做 等下我做 OK 所以A1 所以蓝色的部分 它用的是A1 A1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 刚才我就有跟你们讲了 它是终点的话 那就表示 这里有四条线段是一样长的 所以AF的长度跟A1的长度是一样长 所以我就可以写上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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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这里 你会看到 我们已经有两个S 和一个A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 会全等的原因 是因为SAS OK 所以你自己可以看 如果你不确定排法 你自己在图那边自己找哦 所以你拿其中一个三角形就可以了 你不要拿两个三角形会很乱 比如我拿那个红色的三角形 我用红色三角形去找它的顺序的话 af用的是S 角A用的是A 然后还有就是AC用的是S 所以你会发现到它的顺序排法就是SAS OK 所以我就说 这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原因 是因为SAS 然后角B是多少 那角B是多少 当然你可以找出它的对应角 OK 角B的对应角就是在角C那里 OK 所以你就直接写上 角B等于角C 全等三角形 对应角相等 然后 角C是30 角B也是跟着30度 OK 那 请大家再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